色谷事变十一化五条物爆弹时 一位女高中生也有助父亲生日快乐 为什么女高中生会从窗帘后走出 又为什么会坐在父亲腿上 原来这束回战也有让人难以发现的阴暗一面 还有被五条物压制的邪恶诅咒师们终于卷土重来 就让人很好奇通灵婆婆到底是如何获得圣耳的肉体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宇 诅咒师背后的桃色命纹彻底考察 顺带一提我的IG已经启用 会在IG分享喜欢的生活与漫画等 求求各位追踪啦 通灵婆婆是87岁的高龄长者 常年混聚于咒术界是相当狡猾的诅咒师 虽然已经年老色衰 但好色程度却相当痴迷 非常喜欢年轻的帅哥 还是男性偶像事务所接阿范的会员 并且身上的语知还刻有字 左边是杰尼斯事务所 右边是城山之一 而城山之一是由TOKYO成员的名字组成 分别代表着城岛帽 山口打野 常赖制野 国分太一 但不知为何没有松刚 并且通灵婆婆背面接接的字母 应该也是代表着杰尼斯J2的首字母缩写 可以看出通灵婆婆是超级重度的追星族 很可惜这一细节在动画中却没有体现 猜测应该是近期俱乐部丑闻导致了这一删减 值得一提的是通灵婆婆的孙子并不是亲生的孙子 而是很久以前绑架的小孩 欺骗小朋友与其有血缘关系 将其抚养长大并加以利用 而且这样的孙子还有好几个 从这些细节中可以发现通灵婆婆的特殊癖好 并且通灵婆婆的降灵术 就是将死者的肉体或灵魂挡入新容器 虽然是类似绘图转身的秘术 但其实使用条件却相当苛刻 降灵术需要死者的部分肉体 而且施术时需要不停念出超长的咒词 在战场上施术者难以防御 因此需要孙子作为盾牌争取时间 还有如果死者的灵魂也附在容器身上 灵魂就会抵抗施术者与容器的意志 也会有失控的风险 所以通灵婆婆才会特意只让肉体附生 杜绝了灵魂以绝后患 可惜她找上的却是那个男人 看到这里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好奇 通灵婆婆到底是如何获得圣额的肉体 虽然只是一小块 但圣额可是玉三家之一 禅院家的人 遗体肯定会被禅院家回收 并且有极大可能会储存在祭库 目前咒术里祭库仅有一次被入侵的记录 就是咒术第一祭时 真人通过将刻有咒力印记的苏挪手指 放在顺平家害死吉也指后 手指就被高砖回收放回祭库 然后助理们在高砖交流会上引发骚乱 真人就趁机侵入祭库 不仅取走了苏挪手指以及九项图一到三号 现在看来还有一小部分圣额的遗体 是特意为色谷大战而做的准备 还要令人意外的是 咒术师朱叶卓针的术士竟然也属于降临术 术师名称为来访瑞兽 顾名思义只要戴上头套就可以请来四种瑞兽上身 大幅增强人类体能与攻击能力 一号瑞兽是谢智 能够放出自动追踪的转头 不集中目标就不会消失 二号瑞兽是灵归 释放出水一般滑滑的液体 可以加速滑行让生法更加灵巧 三号瑞兽是麒麟 是类似兴奋剂的效果 可以让身体失去痛绝 四号瑞兽是龙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具体能力 但据说见过龙这招的人 没有一个能活下来 是最强的杀招 另外来访瑞兽还有一个弱点 一旦头套被对方摘下 术师就会被迫解除 据说诅咒师立板二良 是为了赚大钱 让病弱的母亲过上好日子 才成为了诅咒师 给人感觉像是一副迫不得已的模样 但其实非常残忍 也很喜欢欺压弱者 为了了解人体构造 会将人剥皮 撒谎时能够面无表情 不过讽刺的是立板二良的原型 却是佛教中重要人物达摩 浓浓的眉毛大大的圆眼 还有肌肉发达的身体 都与达摩不倒翁非常相似 还拥有能够颠倒兽计力量的术师 逆转 简单的说就是越强的攻击 对其伤害越小 相应的攻击越弱 威力也就越大 不过术师还是有上线与下线 被机制的佛黑会轻松识破 总之掌握合适的力道就能击败二良 还有在圣儿成功上升后 进入了通灵婆婆的回忆 1989年12月7日 在五条物爆弹时 有一位女高中生从窗帘后走出 为自己的父亲送上生日祝福 本来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但女孩却讲出生日礼物就是穿着JK的身姿 甚至还直接坐在腿上抱着父亲撒娇 而父亲对女儿暧昧的举动却也相当冷静 这很难不让人遐想连篇 仔细的伙伴可能就会发现 女孩走出窗帘的背景 是一张有两个枕头的双人大床 而父亲是端着威士忌坐在沙发上 右边还有一张玻璃小桌 最右侧应该是出门的过道 可以看出房间并不大 但比起住宅更像是酒店的布局 不过可能也有人会觉得 妇女之间关系亲密 这很正常 并且父亲生日在酒店里举办宴会 顺便开房休息也并没有什么不妥 但愿是我想多了吧 不过正是因为读懂了这个桥段 我才发现了咒术桃色的另一面 为什么珍惜会将禅院家赶尽杀绝 直哉曾评价真一比珍惜优秀 虽然两个人有着同样的脸 同样的胸 但真一明白自己始终是个女人 而珍惜却什么规矩都不懂 也不知道照顾男人的颜面 并且直哉还说孩子做不到的事 大人理所应当就能做到 当时珍惜还反问 你有当过大人吗 而直哉却挑衅了让珍惜去问小真一 本来小时候直哉就经常霸凌姐妹 这句话更加像是在暗示 直哉很可能强迫过真一 并且当珍惜觉醒战胜直哉后 珍惜的母亲却向直哉补刀 以前看漫画时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 但现在我似乎是懂了 禅院家那些懂规矩的女性恐怕 不管怎么想都感觉禅院家关系凌乱 看来借鉴非常擅长 从一些不起眼的细节 暗示见不得光的人物关系 并且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也就能明白野强威为什么讨厌家乡了 小强威认为在小地方做陌生人比做朋友还难 一开始好友小文觉得这不是好事吗 然而几年后 附近的老婆婆却煮了红豆饭送来 小文就明白了小强威说的那种恶心的感觉 许多人会觉得好奇这不是好事吗 其实在古代赠送红豆饭有着特殊寓意 老婆婆将红豆饭赠送少女家 意味着知道少女已经成熟 小文理解到了这层意思后才会觉得恶心 还有原本我行我素的小强威 在认识沙芝后就开始变得柔和 也越来越有女性的品味 因为沙芝年轻貌美 还遭到同龄女孩嫉妒四处散播摇眼 最终成为愚昧村民的纵使之地 不得不离开 为此小强威还嚎啕大哭 这些都很可能是在暗示小强威的兴趣向 好了你还知道咒术其他不易察觉的关系吗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喜欢咒术回赞的话 可以为我按赞和订阅 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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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